给你们看一个超级厉害的东西 打开地图软件 输入南京南站 你猜 它顶上这些一块块的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 3 2 1 是太阳能电池板嘛 有猜对的吗 有点意思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分布式光复电站真的是已经超越 集中式光复电站成为了太阳能利用的下一个风口了 其实不只有南京南站 你现在就去点开你所在城市的卫星地图 类似的屋顶光复一定不会缺席 好 这是好事对不对 但你知道我最近听到过的有关光复的担忧是什么吗 很有意思 是担心光复发电会不会产生有害的辐射呢 要说这个担忧也不道理 尤其是考虑到它离我们的距离还在越来越近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科学的来讲 光复电池板在发电的时候到底会不会产生有害的辐射呢 我分三点来给你讲清楚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辐射 辐射是一种能量的传递方式 它可以以电磁波或者粒子的形式向外扩散 自然界当中的一切物体 只要温度在绝对零度以上 都是会以电磁波和粒子的形式时刻不停的向外传递热量的 这种传送能量的方式就被称之为辐射 辐射本身是中性词 但某些物质的辐射可能会带来危害 人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辐射呢就是指的那些对人体细胞有害的辐射啦 比如会引起癌变的有相当高几率会引发基因突变的 一般来说呢是包含短波辐射和一些高能粒子流啦 接着我们就要弄明白光复电池板是如何发电的啦 光复电池板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 将太阳光的能量直接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技术 具体来说呢当太阳光照射到半导体材料 比如像是硅的PN结上时呢会产生电子空穴队 这些电子空穴队在内建电厂的纵向 分别向N区和P区运动从而形成电流 如果将半导体材料的两端连接到外部电路之上呢 就可以得到输出电压和电流了 实现光能到电能的转换 这就是光升伏特效应 也是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 那么最后我们就再来看看 光复电池板跟有害辐射之间 到底有没有联系呢 你看啊 光复电池板的发电过程呢 是一种能量的直接转化 其中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或者是核反应的 所以不会产生任何附加的有害辐射 光复电池板呢 只是吸收了太阳光的一部分能量 而多余的能量则会被反射或者是散射了 这些能量都是在可见光范围之内的 对人体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而光复电池板的逆变器是将直流电 转化为交流电的设备 里面的确是有电子电力的转换 它的频率呢一般为5到20千赫兹 这种电磁辐射的强度和范围都非常小 远远低于裤下标准 而且都是有金属屏蔽外壳的 也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的 所以啊综上所述光复电池板在发电的时候呢 是不会产生有害辐射的 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 咱们就放心大胆的使用光复电池板 享受清洁的太阳能吧